直到沈柯冉跟他的竹马纠缠十几年 我还是义无反顾扎进去 直到订婚那天 沈柯冉接到电话 他的竹马在医院晕倒了 他直接扔下我就去 奶奶坐在底下 看见这一幕连忙追上去 不料被车撞倒 送去医院没抢救过来 我彻底死心了 不是我的我不该抢求的 沈柯冉是我领导 我跟他其实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只因为他的竹马出车祸要输血 而我恰好匹配 所以入了他的眼 那次我救了陈白雨 沈柯冉第一次看着我温柔地对我笑 问我有什么愿望 我说我想跟他谈恋爱 当时输完血我晕晕晨晨的 下意识对着那张脸说出了心里话 沈柯冉沉默了几秒钟 随即答应我这一谈就是三年 今年沈家催婚 沈柯冉也不想被他们说叫 于是跟我订婚 我知道这就是走个过场 不想陈白雨在这个阶骨眼上晕倒 我拉着沈柯冉别去医院有医生 我们的订婚宴你缺席我怎么办 徐之鹤你别那么自私 能跟我订婚已经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其他的你别奢求 他甩开我跑了出去奶奶连忙追赶 冉冉求你了就跟他举行完医师再走吧 我愣了一下 下一秒就听见外面传来尖叫声 撞死人了 我冲出去时沈柯冉的车早就走远了 奶奶躺在血泊中周围全都是人 那一刻我真的崩溃了耳边什么都听不到 我只能看见奶奶一动不动 直到救护车来我被人推着上车去了医院 患者节哀我们尽力了 医生的话回荡在耳边 我坐在走廊里手里捏着死亡证明 整个人都傻了 直到一阵刺耳的铃声传来我才回神 是沈柯冉他强硬命令我 徐志赫你在哪里现在就过来医院 白宇需要你输血 我一股火冒上来直接拒绝恕你妈 沈柯冉老子跟你结束了以后别犯情来找我 电话那头顿时一致随后冷声道徐志赫 你脾气见长啊 不就是订婚白宇都快死了 那就让他去死一天到晚病烟烟的 活着浪费粮食死了浪费土地 沈柯冉跟陈白宇这对颠攻颠魄 当初我是怎么脑子进水要跟他纠缠呢 明知道他跟陈白宇十几年感情 却还要不死心现在自食恶果 奶奶对不起我真的后悔了 我起身收好死亡证明这就要给奶奶办理后事 谁知道迎面就看见沈柯冉带着保镖过来 徐志赫给我拦住他 我扭头就跑一边跑一边报警 沈柯冉就算在有钱也不可能 凌驾于法律之上 我就是不输血他能把我怎样 不就是熊猫血世上又不是只有我一个熊猫血 就被人扑倒在地 保镖追上来将我按在地上臭小子往哪里跑 能给陈少献血是你的荣幸还不时抬举 我挣扎不开只能怒道 我不愿意你们不能罔顾法律放开我 沈柯冉你这是在犯法 沈柯冉从后面走了过来 踩着高跟鞋来到了我的面前 徐志赫你在闹什么 又不是第一次了矫情什么 他挥挥手保镖将我带去病房 我被人按着动弹不等 眼睁睁看着那些鲜红的血液被抽出来 隔壁病床上陈白雨看着我脸色苍白 真是对不住又麻烦你了我紧紧咬着嘴唇 而后扭过头来这是最后一次了 我不会让你再得逞了 沈柯冉我们结束了 沈柯冉不愿你在闹什么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你救了他我不会亏待你的 我吃笑一声亏待沈柯冉你把你当成什么了 高高在上不可亵渎 我说过了我跟你结束了 从此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我深吸一口气只觉得心中疼到了极点 奶奶奶奶的后事还没处理 我真的后悔这辈子都不想跟他再有交集 等说完血之后我的脑袋晕晨晨的 刚要闭上眼睛外面传来了脚步声 是谁报的警 我立马扬声道是我沈柯冉一脸不可思议 徐志赫你竟然真的报警 而我缓缓起来看着警察他们强迫我输血 还有这些医生 并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私自冒充我签字 我要求追究他们的责任 奶奶没了现在还躺在太平间 这些人全部都是帮凶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沈柯冉顿时脸色难看起来 只是有钱人手段通天 不过一个小时他就出来了 只是依旧脸色难看 他在里面被警告 并且签署协议还给我写了道歉信 我拿在手里这也算是我的保命符 如果他再赶来 我不介意让他成为网红 出了警局沈柯冉脸色铁青 看着我狠狠到徐志赫你长本事了 我不以为然沈柯冉我提醒你一句 你只是有点钱这次只是个教训 下次 不我和你之间没有下一次沈柯冉怒喝道 徐志赫你别后悔 开什么玩笑我能后悔 遇上沈柯冉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 我绝对不会跟他再有任何瓜葛 回到医院之前 强迫我输血的医护人员全被处理 院长跟我道歉 祈求原谅我没说什么 只是将这 几年我输血的记录全都拿走 另外我还看到陈白宇的血型 的确是稀有血型 只是他的体检报告远比我想的健康 我趁着他们不注意拍了下来 随后去处理了奶奶的后事 我将他的骨灰葬在郊区公墓 等到全部完成我才回去 我在深城有自己的出租屋 当时因为订婚 才收拾衣服搬进去的 现在一切归于平静 我也想恢复正常生活 刚料理完一切 我躺了下来 就见手机里几十条短信 都是沈柯冉发来的 徐志赫你来真的 马上回来我就原谅你 你装什么不就是想看我低头 我都道歉了你还想怎么样 不就是挤管血你计较什么 看到这些我苦笑着全部截屏保存 希望有一天能用得上随手将他拉黑 不成想沈柯冉不死心 第二天我在家门口 看见了他身边还跟着陈白宇 你们来干什么 白宇说来谢谢你 我就带他过来了 徐志赫你就别计较了 事到如今 他竟然还能说出这番话来 我吃笑一声 怎么的我还得给他刻一个 沈柯冉你是不是不把法律放眼里 滚出去不然我报警 沈柯冉动怒徐志赫 此时陈白宇开口了徐志赫 你别生气 我知道你是因为订婚的事不爽 别怪我都是我不好 我的身体实在 总之你如果心里有气就打我好了 陈白宇说话的时候 眼里还闪着一丝得意跟挑衅 我看着他想到之前种种 毫不犹豫给了他一拳 徐志赫你疯了吧 沈柯冉冲过来 将我退到一边赶紧扶起陈白宇 怎么不是他说的 让我打他现在你就心疼了 滚 我指着门口的方向让他滚 沈柯冉抬手狠狠给了我一耳光 你闹够了没有 究竟要怎样 你奶奶知道你这么混账吗 我倒要问问他究竟是怎么教的你 我心里一阵剧痛袭来 险些喘不过气来 你还有脸提他 我奶奶已经去世了 就在我们订婚那天 沈柯冉你想见他老人家 你就去死 我拽着沈柯冉将他推出去 沈柯冉怒了徐志赫 就算你讨厌我也不用咒自己奶奶吧 你这种人我算是看出来了 别理他我们走 沈柯冉带着陈白宇离开 我看着他们的背影捏紧了拳头 因为我奶奶才去世 他们怎么好意思来接我伤疤 这对渣女贱男一定会遭报应的 等着我不会放过 我约了几个朋友见面 听见我说起奶奶的事 他们顿时一份填音 徐志赫你怎么不早说 我苦笑着我被迫输血 他都能全身而退 如果没有十足把握 我们不能贸然出手 还有我真的累了 三年的感情 我葬送了自己的幸福 也葬送了奶奶的性命 如果不是我奶奶不会走 朋友拍拍我的肩膀 只要你开口 我们一定会帮你 徐志赫沈柯冉在沈家 也不是化石人 他这么年轻 也不过就是出来历练 咱们好好想想 我点点头跟朋友们商量对策 我了解沈柯冉 他不会轻易放弃 毕竟我还是血包 他不会放我离开的 沈柯冉出来之后 陈白宇还信誓旦旦道 柯冉不如我再去跟他说说 不用别搭理他 他心里有些忐忑 这些天确实没见到奶奶 徐志赫应该不会说谎 这时医院打来电话 请问是江远英的家属吗 江远英的遗物留在急救室 什么时候方便取一下 沈柯冉的脑子里轰得一下 整个人惊呆了 你说什么遗物 是的江远英 在7月6日那天车祸去世 请问你是他的家属吗 沈柯冉点点头收回目光 带着他转身离开 我跟朋友分开之后 回去连夜做好了PPT 里面都是这几年的输学记录 以及我跟沈柯冉在一起的缘由 这三天我还联系了沈柯冉的客户 我认为言轻不要紧 只是沈柯冉最近几个项目都有问题 他瞒着不说是想开始之后再找补 我卯足尽把那几个项目的弱点 全都扒了出来 客户一开始不信在我分析了之后 他们沉默不语直说会考虑 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后面 不用我动手 自然有人会做 完成这一切已经过去三天了 这几天我基本上没怎么睡 等到第四天刚打开门 就见沈柯冉站在门口 他一脸苍白我没好气 刚要说话眼前一黑 我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的时候 就看见沈柯冉坐在我的身边 他眼眸星红见我醒了 连忙扑了过来 伸手探了探我的脑袋 没事了总算是退烧了 我刚要说话就觉得嗓子疼得厉害 扭头看着床头柜上的水 沈柯冉反应过来 赶紧给我端来水 结果一不小心洒我身上了 我叹了一口气 真是对不起 他赶紧跟我道歉 我摇摇头什么话都没说 硬撑着起来 直接推开他自己拿过水来 喝了一口 以前都是我照顾沈柯冉 他哪里会照顾我 我这个病人 在他眼里就是铁塔的金刚 之前我生病的时候 沈柯冉拉着我的手 脚刚刚要说话后一秒 就被陈白雨叫走了 那次我发烧四十度 浑身疼痛难当 想让他留下来陪我 结果他却说 你别那么矫情 吃点退烧药得了 那一次要不是奶奶来看我 给我叫了救护车 恐怕我真的死在家里 都没人知道了 现在看见他手忙脚乱的样子 我喝了口水 润润嗓子冷声道 你怎么在这儿 沈柯冉这才反应过来 竟然沉声道对不起 奶奶的事 我也是才知道的我 你不用说了 我奶奶的死是你造成的 这辈子我都不想再看到你 沈柯冉急了 你要怎样才可以原谅我 我一定去做 见他如此 我冷笑一声想赎罪 好啊 我给陈柯冉输了多少血 你先让他把血还给我 然后你自己公开承认 你跟陈柯冉的事 我就原谅你 文言他一下站了起来 我跟陈柯冉就是普通朋友 为什么你要这么想我 做不到你就别过来 沈柯冉站在原地紧咬嘴唇 他知道我说得出做得到 而且奶奶的死 我怎么都要算在他的头上 根本就不可能原谅他们 我躺下来挥挥手 让他离开 沈柯冉站了好久 我都没理他无奈 他只能离开 这时手机里面 传来了一道响声 是陈柯冉发来的 徐志赫苦肉计好玩吗 都多大年纪了还玩这招 我毫不犹豫 给他发了一张沈柯冉的背影 没办法他对我念念不忘 我都跟他提了分手 那天在警局也说清楚了 可他就是不愿意放手怎么办 陈柯冉这次你想怎么闹腾呢 装病还是假装自杀 陈柯冉顿时气急败坏 给我发了三分钟语音 我都没点开 也知道不是什么好话 没等多久 我就在病房里看见了他 瞧见他追出来的样子 我不由得挑挑眉头 身体好了不住院了 他脸上满是怨恨徐志赫 你很得意吧 柯冉居然说要跟我彻底分开 我耸耸监是吗 那真是可惜了 我以为他对你是真爱呢 没想到还是被抛弃了 文言他的脸顿时绿了徐志赫 你等着 我耸耸监 无所谓你成天进医院 你说沈家人会乐意看到你这副模样吗 如果事情爆光出去的话 沈家会不会把你弄死 哦对了 我忘了上次我报警记录 还留着呢 你想当网红我成全你啊 陈柏宇的脸顿时绿了下来 他跟沈柯冉确实是青梅竹马 但是沈家家到中卧后来他出了国 至于在国外过的是什么日子 我不太清楚 但是回来以后 不知道怎么的 就让沈柯冉跟他旧情复燃 后面更是为了他不顾一切 沈柯冉不是傻子 能让他这么做 陈柏宇有点本事 不过陈柏宇绝对跟他成不了 他都能跟我订婚 也没选择陈柏宇 由此可见 沈家是绝对不会接受陈柏宇的 我这么说就是刺激他 陈柏宇阴沉着脸 徐之鹤沈柯冉是我的 你等着 我翻了个白眼 他气得扭头就走 而我也想等着看看 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本事 我不知道沈柯冉是怎么想的 那天把他骂走以后 他好长一段时间没再来 而我退了烧以后 拿了点药这才回家 一连七天 沈柯冉都没出现 我以为他们是彻底消停了 只是不想 陈柏宇放大招了 他在微博平台上 放出一张照片 昏暗的灯光下 他抱着一个后背全裸的女人 气氛暧昧 动作撩人 即便没露出正脸 可我还是认出来了 语言手指上的戒指 正是我们订婚那天的戒指 沈柯冉居然真的跟他在一起了 陈柏宇还配文 青梅竹马 十几年的纠缠 在这一刻圆满了 仪式激起千层了 跟我一样眼见的网友有不少 很快就认出来 这是沈柯冉 一时间 网友们传得沸沸扬扬 我记得沈柯冉不是已经订婚了吗 但是订婚对象不是你吧 好像是姓徐 对吗 原来是我们公司的员工 后来入了大小姐的眼 都订婚了 怎么还拍这种照片 这是什么鬼热闹 沈柯冉跟陈柏宇是青梅竹马 果然 还是敌不过啊 那不还是小三 人家都订婚了 还不知足 这妥妥的小三啊 甚至还有网友扒出来 当天我奶奶去世的消息 可怜徐之鹤 订个婚成了孤家寡人 如果我是他 怎么都不可能放过这对狗男女 原来这样啊 真奇葩 还有脸公开 网上传播速度太快了 沈家公司断崖式下降 一降再降 都不用我出手 陈柏宇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 沈柯冉焦头烂额 没过两天就被拍到满脸憔悴的模样 还被股东围堵 强调众人推 沈柯冉大概也没想到 陈柯宇居然没有跟他商量 就公开照片 甚至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这是在什么状态之下拍的 曾几何时 我跟沈柯冉在一起的时候 别说是拍照啊 哪怕只是拍个背影 陈柯宇立马犯病 给我的解释就是 不能看到我们两个亲热 要不然他就会并发 我也不知道 一个大男人长得人高马大的 怎么身子那么弱 后来我才知道 他是装的 因为在看不见的时候 他总是挑衅我 甚至大言不惭 直言他就是没病装病 他是熊猫穴是真的 但是身子不如我们看到的那么柔弱 但他总是能够让沈柯冉相信 他就是柔弱不能自理 曾经我跟沈柯冉玩笑说 陈柯宇这样的一推就倒 这辈子都好不起来了 沈柯冉文言大发雷霆 说我咒他 还说我这个人心思不正 我只觉得无语 在沈柯冉这里 陈柯冉就是家道中落的柔弱少爷 任何人都能欺负他 至于背后陈柯冉是什么样的 沈柯冉视而不见 我说的多了 他根本不信 甚至同情他家道中落 还却说我放下过去大度一点 还说当初如果不是因为陈柯冉 我也不可能攀上沈家这棵大树 此时我收拾收拾东西 打算去公司一趟 正好辞职 回头也能自己重新找一份工作 现在我还在沈家公司 如今既然已经彻底分开 我不想跟他有任何来往 当我到了公司的时候 远远的就看见沈柯冉 他正在大厅里头打电话 徐总 我们公司没有问题 只要您再等两天 一定可以的 徐总 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什么 沈柯冉脸色铁青 愤怒不已 见到我 他挂了电话当即迎上来 你怎么来了 我们上去说 我就知道 你心里还有我 徐志赫 现在公司岌岌可危 你一定会帮我的吧 他眼里满是期待 我摇摇头 沈总 我何德何能 我是来辞职的 来之前我已经把PPT打包发出去了 现在沈柯冉大概还不知道 他已经没有选择了 流动资金不足 个人形象崩塌 沈柯冉无路可走 沈柯冉顿时震惊不已 辞职 徐志赫 你开什么玩笑 我看着他直言不会 没开玩笑 沈总 麻烦嚷嚷 沈柯冉一脸不可置信看着我 你 你就这么恨我 我没说话 沈柯冉拽着我进了电梯 徐志赫 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 你帮我成亲好吗 我跟他真的没什么 他这番话倒是让我听不懂了 沈总请自重 当时我就说过了 我不会再和你们有任何纠缠 所以 你我各不相干 文言沈柯冉顿时着急起来 一把拽住了我的手 我和他什么都没发生 那天他说我的戒指挺好看的 想要借来参考定制 我没有房范就借给了他 可没有想到他找了个替身 他把我害得这么惨 只有你可以帮我了 我会和你结婚 今后我一定对你好 他说的这么情真意切 我险些就要被感动了 只可惜 一切都迟了 我还是拒绝了 抱歉沈总 我不是你们配中的一环 你跟陈白雨青梅竹马 现在不是更好 至少 没人反对你们在一起 你给了他无尽憧憬 也是你给了他胆量 他才敢这么做的 我每说一句 沈柯冉的脸就白一分 沈柯冉 我们在一起三年了 这三年你有无数可能和我官宣 可是你没有 你打着朋友的旗号 跟他坐进了情侣间才能做的事 为了他一再的贬低我 你问问公司上下 大家的眼睛是血亮的 我不想再说什么 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何况 你我之间还有一条人命 电梯正好开了 我甩开他直接去人事部 递交了离职报告 本来我请了这么多天的假 也不想再做下去了 现在递交辞职报告 再加上公司如今危机四伏 离职的也不止我一个人 人事部很快签字通过 结果到了沈柯冉这 却止步不签 我知道他是故意的 但是离职而已 我只通知他 由不得他不放人 我也没有什么可以交接的 收拾好我的个人物品之后 我转身就走了 连带着我公司里的所有东西 全部都清空干净 沈柯冉见我如此 硬拉着我进了他的办公室 徐志赫 你非得在这个时候提出离职 我深吸一口气 看着他笑笑 别逼我 其实你我心知肚明 你现在拉着我 不过想要让我做你的挡肩牌罢了 沈柯冉 大家好聚好散 大不了你官宣 反正你和陈白宇已经这样了 为什么 沈柯冉不淡定了 你就不能坚定的站在我这一边吗 我都说了 我不会要他的 你怎么就不信呢 我扭头看着他吃笑一声 你可曾坚定的站在我这边 这话一说 顿时他脸上血色全无 不过他的脸有多难看 我直接走人 身后传来动的一声响 我扭头看 直接沈柯冉摔在地上 脸色惨白 我笑了笑 沈柯冉他抬头看着我 眼睛一亮 我晃晃手机 我给你留了一个礼物 记得查收沈柯冉一愣 在我走了之后 他顿时尖叫一声 歇斯底里 我冷哼一声 这就是报应 沈柯冉被停职 官方发布道歉声明 言明这一切都是沈柯冉个人问题 跟公司无关 当看到这一切的时候 我就知道 沈柯冉已经被沈家放弃了 而罪魁祸首陈白宇 则被沈家狠狠地收拾了一顿 这次他是真的身体虚弱 爬不起来了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正在公务前探望奶奶 不知道什么时候沈柯冉过来了 一段时间不见 他整个人瘦了一圈 和往前光鲜亮丽的他相比 简直盼若两人 我看着他好半天才认出来 沈柯冉苦笑着看着我 我遭了报应了 这次 我只想听你说 你真的恨我 对我就真的一点不留恋 我和他早就已经不可能了 从奶奶走了以后 我对沈柯冉的最后一点念想 都不存在了 此时更不会再与他有任何牵扯 见我眼神冷漠疏离 沈柯冉亮呛两步 看着我 无奈退下了手里的戒指交给我 我看了一眼 拿过戒指想了想还是丢到了路边 沈柯冉身体晃了晃 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 就在我走时 他拽着我的一脚恳求 徐之鹤 如果我结婚你会不会来抢婚 我觉得可笑 不会 我没那么见丢下这句话我扬长而去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 不过很快就有了答案 沈家为了平息重怒 只说与我婚约早就已经解除 运切已经确定了 陈白宇和沈柯冉的婚期 两人合体派了婚纱照 还在官微上公开绣恩案 甚至还包下繁华路段的大屏幕 24小时播放陈白宇的求婚现场 难为他们这么快就想到对策 让所有人都感叹陈白宇的浪漫和用心 陈白宇还得意洋洋 给我发来的电子请柬 徐之鹤 我娶到了 这一局是我盛了 我笑了笑 那就祝你白头到老 看好他 千万不要走我的老路 他婚礼那天我没有去 但是以前的同事过去了 据说沈家要求所有员工都出席 共同见证他们俩的伟大爱情 这也是一种危机公关处理 当天去了不少媒体记者 全程直播拍下沈柯染强颜欢笑的一面 有网友在视频下评论 沈柯染 如果被绑架了就眨眨眼 或者换上徐之鹤的头像 结果沈柯染真的换了 我无语 这女人戏这么多 我真的衷心祝愿他们能够百年好合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可惜 他们就是不愿意 沈柯染换了头像一试 让沈家刚有起色的股票再次下滑 结婚才三天时间 就有人曝光陈白宇在国外当男模 甚至攀上富婆拍摄了不雅视频 手机里不断传来链接 全部都是陈白宇在国外哄啪里的 那些大尺度的视频 看到这一切我不由得舒心一笑 幸亏朋友帮我 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黑料 这些 是我送给他们的大理 凭什么 踩着我上位 还解除婚约 我的PPT还不够垂死他们 那就让这些成为他们的催命服 网友们看见这一幕的时候顿时惊呆了 没想到这事还有后续 我还真以为他们两个是真爱呢 对着不爱的人都能演出来深情款款 沈柯然 你可长点心了 不过就是一对渣男贱女 谁也别说谁 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爱 实际上只找到了一个万能插头 不得不说这小子玩的真话 一般人还真不敢像他那样获得出去 也就成白宇了 他还算是沈家的成龙快序呢 这已经比很多人起点都要高了 什么成龙快序 人家都知道沈柯然都被赶出沈家了 我有些意外 沈柯然手里有点股份 即便被赶出来也不会没钱花 只是能分到手里差不多有二三十万 和一般打工足无益 更别说以后再也不可能进入到公司 他这么年轻 身背如此污名 除了当米虫 还能干什么 不过我倒是好奇 陈白宇还能被挖出什么料来 我本想远离他们 可没有想到这一次陈白宇的丑闻 再一次将我这个工具人给拎了出来 看着屏幕上铺天盖地的徐之和三的字 甚至手机上收到了几百条慰问短信 我不由得长叹一口气 迫不得已只能换了手机号码 去了奶奶的老房子里身躯检出 网上愈传愈裂 陈白宇和沈柯然两人也被人拍到在路边争吵甚至打架 我紧速眉头 沈柯然也有撒泼打滚的一面啊 他的体面呢 嫁给了陈白宇 相看也深厌啊 不过这都与我无关了 我把奶奶的老房子重新装修了一番 并且将整个装修的过程拍了视频 当起了博主 网上有不少朋友们喜欢装修 也给我提了不少建议 得知我就是徐之鹤 他们都为我叫好 还是徐之鹤聪明 远离那些麻烦 远离纷争 沈家为他们找补 说那两个人是情义深厚 可我知道陈白宇根本就是小三尚未 可怜博主浪费三年时间 不过现在也算是脾气太来了 我感谢各位网友对我的支持 历经半年 小屋子终于装修好 我也成了几十万粉丝的新兴博主 另开赛道 用这些拍视频的钱也可以养活自己 只是没有想到久久不见沈柯然的身影 却在半年之后再一次看到了他 我把小屋作为民宿租出去 那一天却迎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 天上下着大雨 我看着外面阴沉沉的雨幕 叹息一声 今天客人肯定不多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声音闯了进来 我赶紧迎上去 欢迎光临 请问您是住宿 一抬头 我震惊了 居然是沈柯然 他整个人瘦了一圈 头发也剪短了 脸上多了一条疤痕 看到我的时候沈柯然红了眼睛 徐志赫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怎么来了 我这儿不是收拢所 你找错地方了 我的脸上满是冷漠 沈柯然睁了睁摇摇头 不是 我外面还下着雨 他冷得瑟瑟发抖 我还是不忍心将他让了进来 又给他下了一碗面条 沈柯然很快就吃完了 他看着我 满脸都是期待 我能留在这儿给你打工吗 不能我不知道他发生什么 但是当初的誓言没有忘 这辈子我和他们不死不休 如今堕落成这副模样 也是让我意想不到 吃完面条你就走 我不做你的生意 沈柯然立马站起身来 你 你就这么恨我 我不恨可我也不爱 你当初是为了保护陈白宇 才和我在一起的 打从一开始 目的就不是那么情愿 可我那个时候是真的喜欢你 但是那三年 你对我做的点点滴滴 都让我知道 你并非我想要的妻子 还有奶奶的死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原谅你 我 此时外面进来一个人 徐之鹤 雨还冲过来 直接扑进了我的怀里 将我紧紧抱住 昂着头看着我 怎么样 有没有想我 揉了揉他的脑袋 想你 赶紧的去把头发擦干 你的房间还在二楼 去洗个澡 我拍了拍他 雨还蹦蹦跳跳地上去了 沈柯然看到他以后 谁规定的我就要在原地等你呢 你走吧 既然结了婚 那就好好珍惜他 不 我跟陈白玉已经离婚了 我只想和你在一起 只要你 我打断了他 没有如果也没有假设 更没有我跟你的未来 请你离开 我毫不犹豫将他请出去 沈柯然看着我两久苦笑一声 是我蠢是我笨 错把鱼目当珍珠 我错了 他喃喃自语 转头亮亮呛呛走了出去 没过一会儿身后传来声音 怎么还没看够吗 那就去追啊 我不禁失笑 小丫头 可可是我们家以前老邻居的女儿 今年才刚刚18岁 我把他当妹妹看 他也总跟我没大没小的 时不时的来帮我的忙 现在看见沈柯然之后 他不由的撇了撇嘴 原来他就是你以前的那个朋友 真不怎么样 我笑了起来点点头 确实不怎么样 后面沈柯然再也没来过 而我则收到了陈白玉的电话 对面是医生 知道我是熊猫血 说陈白玉出了车祸急需用血 让我过去给他献血 我笑了直接挂断拉黑 陈白玉还真是神通广大 竟然还能找到我的新号码 不过我不想 只有让他死 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我不是什么圣人 他间接害死了我奶奶 我又怎么可能还会救他 后面看到新闻才知道 陈白玉因为失血过多死亡 除了我之外 医院还联系了 其他三个热心人士 结果陈白玉没等到 不知他躺在病床上 有没有想过 曾经因为他的一己之私 亲自将我逼走 现在断送自己的性命 会不会后悔 我长舒一口气 住在小屋里 闲时自由 微风吹过 门口风铃传来悦耳之声 我等的人应该到了 第一章晚 第二章拒绝结杂后 我被妻子告上审判厅 只因我没听妻子的话 进行化学阉割 妻子便把我告上了 冷血审判厅 一旦罪名成立 我将会穷困潦倒 被流放到北极 一辈子不得回来 而妻子获得亿万财产 陪着痛失 某重要物件的白月光 共度余生 若罪名不成立 妻子失去所有 重病缠身 一辈子流浪 她的白月光 也将下半身瘫痪 无法行走 审判厅上 所有人都在痛斥 我无情无义 畜生心 那天晚上 如果不是妻子的白月光 牺牲自己救了我 我怎么会身体健全 一报还一报 有何不可 可只有我知道 一切都是谎言和阴谋 审判厅上 妻子无辜地站在那 戏不成声张海 我真是看透你了 太冷血无情 既然齐川是因为你受伤的 冒下病根 你负责不应该吗 你不过进行化学阉割而已 又不是让你死 可她以后都生不了孩子了 这慷慨激昂的肺腑之言 我听着屈面无表情 王日最爱的女人 现在却口口声声怒斥我 控诉我 真是可笑 齐川坐在台下 轻渴己声 看上去苍白而无力 她不愿意就算了 反正当初是我自愿救她的 差点死 算了 当我自己倒霉 把男人说完 群众台议论纷纷 更加吵闹了 人家可是为了救你 才成现在这样的 一气还一气 天经地义啊 就是 你这黑心肝的这么多年 不对救命恩人一点表示 你过得去吗 你良心被狗吃了 别说了 听说这个张海不但没表示 前几天还说 让齐川干脆去死呢 一分医疗费都没出 还能将仇报 骂人齐川是贱人 嘖嘖 太可怕了 所以我说了吧 人就不应该热心肠 最后自己吃力不讨好吧 可是 这东西 可能对张海有些难以接受吧 台下的话 尽数被我听进耳里 如果我不知道真相的话 也觉得自己狼心狗肺了 在所有人眼里 是妻子的白月光齐川为了救我 被醉酒的歹徒连捅好几刀 最后甚至被凶手恶劣地伤害了命根 可这一切都是骗局 我才是那个最无辜的受害者 审判官的声音响起 他的出现代表的是至高无上的权力 在审判官制度下 没有人能够撒谎 所以 他看向妻子 曾婉婉 你确定要控告自己的老公张海吗 一旦审判开始 无论失败与否 不可中庭 妻子没说话 深深看了齐川一眼 坚定点头 是 我选择控告 我无法再跟这种自私无情的男人 一起生活了 我相信正义就在前方 大家都会支持我的 说完 曾婉婉还落下了感动的泪话 那么 审判开始 审判官敲响最后的法锤 原告曾婉婉可以出示自己的所有证据 一共向观众展示四段记忆 此过程公平公正公开 当然 被告也有一项权利 可以展示自己的记忆里来表反驳 此过程一样公正公开 这句话一出 有人没忍住笑出声来 还反驳呢 他能将仇报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好吧 让自己救命恩人去死这项话吗 好了 你少说几句 看视频了解真相呗 第一段记忆审判正式开始了 大屏幕开始放映 刚加班准备回家 妻子第一次给我报备 佩文 老公我今晚不回来了 我闺蜜陪着我 不用担心 可下一秒 又是一个视频发来 妻子无意中 打开了摄像头 对着她的下巴 从我的视角 只能看见一个男人搂着曾婉婉 看不清样貌 男人凑得很近 呼吸交织 而妻子烂醉如泥 泪动地被男人搀扶着 我大惊 担心的情绪掩盖住其他 赶忙开车 去他们同学聚会的地方 一眼看到了 和曾婉婉相似的女人背影 靠在巷子旁站着 阴影处似乎就是那个男人 怒火中烧 举了个棍子冲去 用力一挥 棍子打在墙上 却什么也没有 可曾婉婉突然惊恐地 看向我的后背 小心 一股痛感袭来 我的眼角躺着险 身后的黑衣男人 一刀划伤了我的眉心 看到我正脸的那一瞬 有些诧异 歹徒的眼角力气未消 继续往巷子里走去 而我的视线被血迹弥漫 模糊不堪 只能尽可能护着曾婉婉就跑 他不肯走 猛地甩开我 让开 说完 他拼命地往巷子里奔 撕心裂肺地怒吼 不要伤害齐川 齐川是谁 妻子冲了进去 我看不到他 只能听见他的声音 哭得撕心裂肺 待我擦干血迹 歹徒已经从角落里 拽出那个陌生男人 稀惨悲凉的哀嚎 他被迫地倒在地上 被那个歹徒捅了好几刀 刀刀见血 却故意识地不致命 到最后 直接伤了他的命根子 等我打120的时候 齐川已经晕死过去 歹徒也跑得无影无踪 视频到这结束 所有人倒吸一口冷气 视频里的地上血迹斑斑 以及现在我眉骨上 那清晰的疤痕 都证明了 这一切都是真的 曾婉婉更是湿润了眼眶 哽咽得不行 有人小声开口 有一说一 那个歹徒抓到没有啊 太可怕了 突然冲出来捅了这么多刀 我的天幸亏那齐川命大 可这伤是不可逆的 就算不致死 也伤及到肺腑了 更何况连作为一个男人的资格都没有 都怪该死的歹徒 我的天 这么帅的小哥哥呢 好惨啊 但是只有我觉得 这和曾婉婉嘴里的 齐川是为了救张海 才被歹徒捅的 这点不服吗 明明是歹徒无差别杀人啊 那么危急的情况 歹徒放过了张海 往巷子里捅齐川 我是不是可以说 这歹徒跟张海认识 故意杀人 那为什么呢 这还用说啊 误会了齐川和曾婉婉的关系 所以张海连和歹徒演戏 目的就是弄死齐川 这其实也有道理 毕竟每个人的猜测不同 但只要是针对我的 曾婉婉就听着高兴 他清了清嗓子 像个正义的审判者一样质问我 张海 你说 就算你跟歹徒没有人 可如果不是你突然来了 歹徒压根不会出现 所以 齐川是被你害的 换句话说 是他救了你 自己却被歹徒伤害成这样 曾婉婉又开始哭 齐川坐在轮椅上 还跑过去给他擦泪 有些叹息 没事的 晚晚 我现在也挺好的 虽然成了残废 我什么都不怪 只是想让张海陪着我一块 他去进行化学烟歌 既然不愿意就算了吧 反正我为救他出事的时候 他也没跟我说一句谢谢 我抬头 看向这两人一唱一喝 脑子里一闪而过的悲哀和愤怒 不过这话 确实是真的 从齐川出事 我就没去看过他 可他们不知道原因吗 真把我当成傻子 想到这 我冷笑一声 是 我就是没去看你 没去找你 你的医疗费更是与我无关 你就是死了也和我无关 说不定我心情好 给你送个花圈 曾玩玩愣住 猛的看向观众席 余光瞟了一眼 迟迟喂下结果的审判官 大家都听到了 他张海就是冷血无情 狼心狗肺的东西 对待一条狗都不能这样啊 更何况是你的救命恩人 你竟然说出这种话 齐川在医院里躺了50天的ICU 这是怎么过来的 你知道吗 他怕他爸妈追你的责 隐瞒着说是自己的错 你呢 曾玩玩越说越激动 几乎整个人都要窒息一般 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失望和无奈 在场有人忍不住帮曾玩玩开口 神色不满看我 其他暂且不说 可去看看病人 给点帮助是应该的吧 再说这歹徒十有八九是你引来的 要我说 你要有点良心 就满足病人最后一点诉求吧 反正哥的生殖器人又不会死 大家都互相考虑下呢 哎 这样多人还有什么好劝的 冷血动物一个哦 审判官直接宣布吧 说的也是 直接宣布吧 我要看第二段视频 可审判官依旧没有动静 他淡淡看了眼台下 声音冷酷无比 既然大家都安静下来 那么接下来观看第一段记忆回放 被告提供的证据视频 什么 他张海真有证据 曾玩玩也瞪大眼睛 有些脑木 我看你能耍什么花招 第一段视频继续播放着 这一次 还是那个熟悉的凶案地点 画面转入到齐川视角 他蹲在角落 刚擦掉嘴角的口红 迎面而来那个歹徒 我要杀了你 齐川 男人眼眶通红 满含杀意 刀在手中高高举起 如果不是因为你拖欠我半年的工资 我妹妹怎么会没钱须命死亡 你这种人就应该下地狱 歹徒难说完 手起刀落 曾玩玩撕心裂肺的制止 目光祈求 不要 外面还有个人 你要杀就杀他吧 我们保证绝不告密 就说他是意外 今天是齐川的生日 求你别伤害他 大不了他欠你的钱 我全出了 曾玩玩的脸竟是恐惧和担忧 他难以想象 如果齐川出事了 他该怎么办 齐川躺在地上 也盲不叠硬喝 对 你去杀别人吧 我知道错了 歹徒眼神诡异 牵动嘴角 朝着曾玩玩冷冷开口 他是你什么人 他是我最爱的人 求你了 我还没陪他过生日 最爱的人 到这 我在淳也知道 同学聚会是假 想陪齐川过生日是真 可以往 每年我的生日他都不记得 或是敷衍的嘲讽一句 都是成年人了 过不过生日有意思吗 又不会少快肉 我很忙 没事可以别来找我原来 只是因为 最爱的人与我无关 这一刻 第一段视频记忆 才是彻底结束 审判官敲定法锤 我宣布 第一段罪名审判 预告反不成立 这句话 如遭雷击一般 记得曾玩玩大脑一片空白 他如动嘴唇 还想狡辩 你怎么知道 那个歹徒就一定跟齐川有关 说不定是 是什么 他自己也说不出口 有人愤怒开口 搞半天这齐川一句话不说 是因为知道跟自己有关啊 欠普通人的钱 这么高高在上吗 恶心 话也不能这么说 他已经这么惨了 不能得扰人处且扰人吗 我觉得也是 人难免会犯错 没必要斤斤计较 可曾玩玩竟然为了就齐川 说说让自己老公去死的话 好离谱啊 曾玩玩再次红了眼 他突然想到什么 连忙道 他张海冷血无情 不止这一件事 我要求现在立马观看第二段视频记忆 他慌慌张张的解释 坚称只有第二段记忆 才是彻底证明 我是个无情无义的渣男 必须要立即化学结扎 才能对得起 他现在还躺在床上的白月光 我头疼欲裂 看着这个我爱了十年的女人 只觉得无比陌生 好 我同意播放记忆审判官淡淡扫过他 下面播放第二段记忆审判这一次 是齐川出事后 曾玩玩整天以泪洗面 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恶意 直到某天晚上 彻底爆发 曾玩玩砸碎了家里的陶瓷花瓶 噼里啪啦的收拾好行李就要离开 他几乎是咬着牙开口 我待会就去医院照顾齐川 你这人无情无义 不顾别人死活 那我替你去照顾 我要辞职 说完 曾玩玩头也不回就要走 我猛地扯住他 一股莫名的烦躁涌上心头 这时候 我还不知道事情真相 我无奈解释 不是我不肯照顾 如果你走了 你爸妈 你弟弟 他们的生活怎么开销 齐川家里有钱 足够他请一个优秀的保姆了 所以你别去 行吗 我知道这样说自私 可这就是现实 曾玩玩家境不好 甚至可以说一家三口全是脱油瓶 爸爸痴呆 妈妈瘫痪在床 弟弟还小上学学费 也要我们两口子出 这笔钱不少了 平时我跟曾玩玩两人出力 除了给他爸妈请保姆 还有生活起居等等 他辞职了 那这个家怎么办 可他显然误解了我的意思 曾玩玩瞪大眼睛 有些不可思议看我 脸色黑得彻底 张海 你什么意思 我爸妈也是你爸妈啊 你养他们对天经地义的 现在跟我分那么清楚干嘛 钱不够 你不能加班兼职多赚点吗 我跟你这样平庸的男人 我还没说什么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的家庭 要是当初我选择了齐 曾玩玩的话戛然而止 语人的眼神有些闪烁 可最后只剩下怒意 你真是不可救药 齐川现在需要我 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会置他于不顾 张海 你太让我失望了 这段记忆短暂 很快结束 曾玩玩仿佛找到了突破口 他松了口气 有些得意的看着观众席的人 你们也看到了 就因为我家境不好 他张海照顾我父母的开销 都要跟我明算账了 我为了他着想去照顾齐川 他却嫌弃我辞职了 不能赚钱 男人自己没能力 有什么资格怨老婆 最后一句话 他几乎是吼出来的 曾玩玩沉着脸 不屑地看我 有人帮他说话 确实 男人自己没能力 少怪自己老婆好吧 像我就一直都在家 当父太太的 哪里要出门工作啊 话不能那么说啊 我觉得张海是个好男人 那痴呆的爸 瘫痪的妈 药钱的地 全是曾玩玩的娘家人 张海也只是出于 为大家最好的角度考虑啊 总不能这伤病老两口 不请保姆了吧 那吃饭呢 怎么办 反观齐川那边 一大批人等着去应聘保姆呢 前面的 你说的这么趋利弊害干嘛 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了 再苦难 贫穷面前 人情味到底是怎么算的呢 帮助曾玩玩 照顾破碎的家庭 这还不叫人情味吗 难道说弃家庭不顾 才是最好的 想到这 我没忍住笑了 在抬头时 我看向审判官 我也要展示 我的第二段记忆视频 审判官淡淡点头 大屏幕的视频 又开始播放起来 在曾玩玩辞职的一个星期 他夜不归宿 衣不解带地帮忙照顾齐川 而此时此刻的我 斤斤计较地算计着家里开支 原本一个小一万块够我花了 可以加上曾玩玩家里的开支 压根不够 除了请保姆照顾 我还得下班抽时间 去给老两口做饭送饭 这样我也吃不消 无奈 我让阿姨给曾玩玩打电话 电话那头刚打过来 曾玩玩的手机响起 一看来电 脸色微变 语气瞬间不好 干嘛 不是有张海在吗 有事找他说完 曾玩玩猛地挂断电话 齐川一愣 谁打来的 与人拧眉 毫不掩饰的轻面 无关紧要的人 不用在意 现在我只想全心意照顾你 让你趁早振作起来 阿川 曾玩玩揉了揉眼睛 有些湿润 齐川感动得不行 看他的眼眸加深了些 而我 几年来沉到谷底的心 在这一刻彻底破碎 视频结束 齐川的表情有些军烈 他冷冷盯着我 不屑开口 你不就是极度玩玩向着我 照顾我吗 可他不爱你 现在 说起这句话时 我的心情早已没有波澜 曾玩玩没说话 红了眼眶 愤愤指着我 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说这件事有什么意思 齐川是我曾经最好的朋友 我关心他有什么不对 更何况我爸妈也是你爸妈 你照顾他们是应该的 曾玩玩大踏步走到 李观众席最近的位置 你们说啊 一家人有必要斤斤计较 这个男人他没有心 可还是没人搭话 过了几分钟 有人冷不定冒出一句 可既然是你爸妈 那你干嘛不出一份力 还跑去跟 就请人吃香喝辣 他张海跟你离婚 谁还会管你这一堆 糟心的娘家事啊 就是啊 这女人也是牛得很 自己爸妈自己不管 还理所应当的 我爸妈就是你爸妈啊 你来照顾是应该的 以以 说句实话 就你对齐川的态度 两人没点是发声 鬼都不信 我也觉得 这么看来 冷血的是他曾玩玩才对 张海还挺有情意的 曾玩玩猛的倒退几步 似乎没想到观众会为我说话 脸上的愤意一闪而过 你们都是张海请来的拖把 你们这些人眼瞎了吗 我是为了照顾齐川才辞职的 看到了看到了 照顾情狼狈 话也不能这么说啊 齐川伤势本来就严重 语言是感性的 更何况还相互认识 帮忙照顾没啥吧 观众台细细叔叔有些发言 直到彻底安静下来 审判官才宣布最终结果 第二段记忆审判 我宣布曾玩玩控诉 张海冷血无情的罪名 不成立曾玩玩期待的目光瞬间消失 连带着齐川的脸色也难堪至极 拳头紧握 有些讽刺开口 我倒要看看第三段视频 你还有什么证据可以反驳 大屏幕就要开始播放第三段记忆视频 等等 开口的事曾玩玩 他敏唇 看向我 要不 算了吧 我也不控告了 就算你曾经做到再不对 我和齐川也愿意原谅你一次 我没忍住笑出声来 看着他道 你忘了 审判一旦开始不得终止 你不想控告了 是因为你心虚了 怎么可能 一日夫妻百日恩 我原谅你你还不要 那好啊 别怪我无情了 狐假虎威的话 说多了没用 第三段记忆提取开始了 这一次 是曾玩玩辞职的一个月后 因为他爸妈 弟弟 我的生活 工作压力增大 而最后的导火线是 启川给我发来两个人 一起去医院复科的照片 佩文 玩玩很好 可惜你伤害了他 现在他不属于你了 二人的身体挨得很近 看上去很是暧昧 可他发来的那句话 却让我恼火至极 什么叫不属于我 还有 曾玩玩为什么去复科 一系列的问题 让我心乱如麻 我凑近了看 照片里的医院离家不远 大不了我直接当场对峙 脑海里 甚至于有了一个危险的想法 再然后 我发现卡里被取出了一万块钱 曾玩玩也给我发来信息 张海 以后我俩互不相欠 是我家里穷 是我配不上你 上个星期 我确实跟曾玩玩大吵一架 就因为他弟弟上门讨要学费的事 曾子昂小小年纪 一脸煞气 只因为曾玩玩没有给他 发下个月的生活费 直接闹到我公司楼下 扯住了我 他不顾一切的大喊大叫 大家看啊 这个男人无情无义 爸妈身体不好 他竟然不给我这个当弟弟的生活费 是要我去捡垃圾 看我去死吗 我看着比我还高半个头的曾子昂 皱眉 这是你应该去问你姐姐 找我没用怎么没用 我姐说了 你就应该承包我一辈子的学费 你是我姐夫 有义务供我读书 供我零花钱 曾子昂彻底黑了脸 催了口唾沫 没好气到 我告诉你张海 今天我要不到钱 我也不走了 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你猪狗不如 凭什么你能过好日子 矛头小子也威胁到我头上了 我气急 拽着曾子昂的领口往地上按 一拳头砸在他脸上 砸得他鼻青脸肿 不敢再嚷嚷 既然这样 我跟你姐离婚吧 离婚了刚刚好 省得你们这些吸血鬼找上门 我放完狠话 打得曾子昂会溜溜离开 给曾婉婉也发了一纸离婚协议 他不同意离婚 大吵一架后彻底冷战 直到今天 两人给我发来无厘头的信息 让我摸不着头脑 好不容易赶到医院 正面对着曾婉婉 我才发现他手里拿的是孕简单 妊娠八周 怀孕快两个月了 女人看见我的瞬间 眼眶红得彻底 你还来干嘛 你的孩子我也要打掉 我不要了 你都要跟我离婚 那我还舔着脸干嘛 怀孕的消息在我脑海瞬间炸开 我有些哽咽 我有孩子了 在我决定跟曾婉婉离婚的时候 这个孩子的到来我不知道对不对 回到家的短短一星期 曾婉婉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全身上下散发着母性公辉 她跟我道歉 跟我撒娇 对不起骂老公 我也不知道曾子昂那么混账 找到你公司让你难堪 我已经骂过他了 以后爸妈我们一起照顾 我和宝宝也不会离开你的 我也知道之前没有体谅你 你愿意原谅我吗 他眨眨眼 看我 可我却猛地甩开他的手 冷笑连连 这个孩子我不会要 你我也不要 离婚协议趁早签哦 对了 如果你非得生下来 我不介意巧无声息地把他弄死 曾婉婉瞪大眼睛 难以置信 张海 你怎么这么残忍恶毒啊 视频到这再次结束 曾婉婉早已泪流满面 她捂着肚子 斩钉截铁痛斥我的罪行 大家都看到了吧 我的孩子真没了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狠毒的父亲啊 那是一条生命啊 齐川也红了眼眶 推着轮椅过去 安慰曾婉婉 一个女人 没了孩子 而我还冷漠地站在那 没有任何表示 有人看不下去 偷偷往我这边砸卵白菜 狗东西 虎毒还不食子呢 哎等等 说不定有反转呢 什么反转能比一条生命更重要啊 孩子都已经没了 那个张海当初还威胁孩子 要是生下来就弄死他了 我敏纯 知道那个男人的愤怒 良久 我淡淡道 我确实这么说了 可那个孩子是曾婉婉自己打掉的 不是因为我威胁文言 女人脸色一变 你胡说 有没有胡说 你心里清楚 孩子是谁的 你心里更清楚 叉大间 整个室内炸开了锅 我到耳畔响起嘈杂的声音 有人的声音尖锐了几分 曾婉婉给张海戴绿帽 这要是真的 那张海不要孩子 已经算是人之一尽了 要是我非得杀了渣男剑女 我的天 大瓜啊 本来还骂张海残忍 结果孩子都不是他的 难道是齐川的 齐川脸色也难堪至极 慌乱解释 我什么都不知道 与我无关 曾婉婉也赶忙开口 这是污蔑 孩子都没了死无对证 这就是他张海的种 说话间 曾婉婉隐晦的看了齐川一眼 自以为圣券在握马 视频里的记忆回到了曾婉婉告诉我怀孕的那天 我在外加班加点的干活 争取让曾婉婉运气舒服一些 可我没想到 这个女人胆子这么大 趁我加班 叶会齐川 我为了给她买最爱吃的宵夜 提前半小时回来 却听到了难以接受的那件事 亲眼看见了 曾婉婉这个女人躺在齐川怀里 你浓我浓 那个男人躺在我的婚床上 摸着曾婉婉的肚子 清了清女人的脸颊 过几天你去哄哄她 让她把老家那套房 有什么好要的 为什么你不让我跟她离婚 难不成你真要我们的孩子 任那个闹肿当爸爸 怎么会 齐川倾笑 眼底的阴霾未尽 又有些劫后余生的轻松 还好 三个月前我没出世那天 你怀了我的孩子 不然我齐川怕是一声无后了视频倒折 全场轰炸 带着恶心 恶毒的目光盯着束手无措的狗男女 视频里的齐川继续开口 手脚不老实的在曾婉婉身上上下抚摸 那套房子周围过几年要建中兴商场 产业转移 这个香波波至少价值几千万几千万 曾婉婉心动了 轻易的让齐川摸她的脸颊 一脸依赖 只要你想 我就让她拿出来 这都是她欠我们的 如果不是因为嫁给了张海 她和齐川早该在几年前就破警重圆 当个叔父漂亮的豪门妇太太 而齐川也不会遭遇那档子设 曾婉婉恶毒的想 如果张海能被车祸撞死更好 那就不用再和她周旋 直接名正言顺拿走她的遗产 而这一切对话 都被门后的我听到了 这一刻 我的心彻底死去 剩下的是恨与恶心 狗男女 当初丢我大白菜的正义大哥 没忍住弄骂一声 丢了个大萝卜砸到齐川身上 把男人砸得不轻 闷哼一下 眼角力气很重 审判官敲响法锤 安静 第三段记忆审判还没结束 还没结束 我倒要看看这对狗男女 还能做出什么恶心事 画面一转 曾婉婉肚子越来越大 齐川陪着她来医院做产检 可在齐川打电话之际 一声面色凝重地看她 这个孩子是个鸡胎 没有手指和脚趾 重点 孩子智商缺陷也不可避免 那瞬间 曾婉婉差点倒地 神 什么 怎么可能呢 这个孩子是意外来的吧 没有好好被孕 母体在怀孩子的时候 服用了一维A酸是吗 是曾婉婉如遭五雷轰顶 心如刀角 眼角的泪忍不住掉落 可她在怀了宝宝以后立马停了 怎么会这样 如果这个孩子生下来 齐川不肯要怎么办 可她要是私自打掉孩子 她跟齐川更无可能 千丝万想 她想了一个好主意 曾婉婉带齐川过马路的时候 一辆小车失控开来 伴随着刺耳的刹车声 直直地往曾婉婉两人撞去 白光乍现 曾婉婉猛地把齐川推到安全地带 自己被车撞飞 三十厘米 夸张投地 她止不住地哭泣 哀嚎 求大家救救她的孩子 诡异的是 除了肚子 其他地方毫无伤口 本来齐川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现在发现她自己 也成了曾婉婉的一环 整个人脸色灰败 一口老谈吐出 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原来孩子是这么没的 我笑死了 哈哈哈哈 狗男女半斤八两 一个想靠孩子母平子贵 一个贪图张海的房子 整个过程 就她张海最无辜 不是 你们两个奇葩 怎么好意思上审判庭控告的 梁静如给的勇气嘛 打倒这两个缺德鬼 一个男人先开口了 台下的热情观众 纷纷举起自己的武器 大萝卜 大白菜 臭鸡蛋 不要命的往这两人身上砸 曾婉婉抖机灵 跑到齐川身后 躲了不少脏东西 齐川就比较惨了 臭鸡蛋竞数砸在她身上 躲都躲不掉 愤怒交织下 齐川整个人爆发出来 退一步说 我也是受害者 你们要怪就怪曾婉婉了 女人傻了眼 不可置信的看着齐川 我那么爱你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啊 可齐川推着轮椅 走了好远 怒吼 那又如何 我凭什么要为了你 失去现在的一切 要不是你跟条狗一样 巴巴舔我 我也不会发生这么多糟心事 女人沉默了 爱想 红了眼 齐川 我知道你是爱我的 所以 我们有父同享 有难同当 还有第四段记忆审判了 你别怕 怪不得说恋爱脑没救了 审判官再次敲响法锤 鼎音 第三段记忆审判 张海出示证据反驳 成立不等其他人多说 这一次 是最后一段记忆审判 画面里 曾婉婉失去孩子以后 整个人性情大变 以泪洗面 他仿佛没了神志一般 直到那天 曾婉婉抬眼 泪眼朦胧地看我 张海 我想爸妈了 我们去看他们吧 好这次 同行的还有曾子昂 他负责拿曾父曾母的 换洗衣物和开车 小灭了一会 我醒来的时候 整个人都不好了 车开进了一个小胡同 周围没什么人言 只有曾父曾母 那个破败的小屋子 我一愣 挑眉 你爸妈换地方住了 曾子昂摆了我一眼 可不是骂姐夫 这老两口就是的累赘 还不如省点钱 住个偏僻的房子 要是死得更好 听着这话 我皱眉 心里没忍住的不耐 进门了以后 我才发现 这地方不只是偏僻 就连地面杂草丛生 都没人收拾 屋里更甚 蜘蛛网密布 老两口半死不活躺在那 曾子昂拽着他爸坐下 把稀饭端到跟前 赶紧吃 吃了好上路 什么 那一瞬间 我以为我听错了 曾子昂咳嗽的厉害 饶了饶头 我说 吃了好睡觉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可我内心的不安感 更深了 莫名的 不喜欢这里 下午 天空乌云密布 大暴雨冲刷了地面 泥土湿润 车开不出去了 曾晚晚抬头 有些埋怨着死天气 再抬头看我 老公 今天注意晚上吧 稀饭还有一点 我们凑合一顿没问题 好吃稀饭的时候 我特地观察着 面前两人的神情 看起来很平常 可这太平常了 才觉得诡异 我小心地喝着粥 借着上厕所的名义 出去一趟 打开手机 这才发现丝毫没信号 我扣着喉咙眼 把吃进肚里的稀饭 尽数吐了出来 整个人呛出眼泪 再回去的时候 两人站在门口 齐刷刷看我 白天里 他们的眼神如此诡异 我摸着头 摇了摇 晚晚 怎么天旋地转呢 那是幻觉 我扶你进去 再然后 我失去了神志 整个人直挺挺倒在那 视角转换 曾子墨手里拿着棍子 嚼着冰榔 姐 什么时候把这挠货 连着屋里头的老家伙 一块烧死了 我迫不及待的这句话一出 曾婉婉美好气白他 急什么 等你姐夫过来 他口中的姐夫 就是齐川 那个男人过来的时候 满脸力气 猛的往我身上一踹 踏马的 贱人 给老子摆一道 那个房子被张海 转到他表妹名下了 要想要回来 只能本人亲自去签字 这人防着我们呢 齐川稳横 曾子昂更是愤愤不平 家大嗓门道 那这个狗东西 今天死不了了 他说完 猛的冲到院子里 拿了一把砍刀 比对着我的头颅 就这么一下 我就会彻底毙命 他疯狂辱骂着我 最后却放了手 丢掉砍刀 死死盯着我 这次 真算你好运了 下次 就不一定楼 我想不明白 曾子昂怎么会对我也有这么大的恨意 转念一想 有这样的姐姐 倒也不足为奇 一家子都是吸血鬼 不是吗 那天 我安安全全回了家 他们所有人都以为 我不知道那天的事 可我手机里的录音 一直在呢 视频播放到这 狗男女一个逃不掉 这里面谁是无故的 如果不是我防了一手 那我的命运应该是跟着老两头一块 因为意外被大火烧死 为了一个房子 宁愿让我做冤死鬼 真是好样的 第四段审判结束 审判官还没开口 妻子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老下去 明明才二十岁 却已经勾搂着腰 忍不住的咳嗽 原来是 重病缠身灵验了 起穿害怕了 脸上竟是惊恐 他不装了 慌弯的就想站起身 可怎么也站不起来 与此同时 他的大腿开始萎缩 干枯 他无力的大声嘶喊 救救我 你们救救我啊 我知道错了 可一切于事无补 事已成定局 曾婉婉一不两咳嗽 走到齐川跟前 没事的 阿川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滚 我不要那就这个丑八怪陪我 我不想瘫痪 你死不死跟我有什么关系 可我不能有事啊 齐川坐在轮椅上 惊恐尖叫 哀嚎 泪水掉落 跟一个疯子般 守在空中挥舞 曾婉婉也被他的无情震惊到了 更多的是无助 悲哀 他也想回到从前啊 他知道谁才是真正对他好的人了 于是曾婉婉祈求的目光落到了我身上 他含着泪 老公 你就救我好不好 我笑了 也笑出泪花 曾婉婉 时候差不多了 强制离婚应该要下发给你了 以后可别叫我老公 真恶心 你看看你现在的模样 哪里配得上我 一辈子穷困潦倒 你还没应验呢 我无情的说出这句话 心里只觉得一阵畅快 我后悔了 你原谅我啊 原谅我吧 他还在无助的说些什么 苦苦哀求 可审判官无情的宣布 张海出示证据反驳 成功 对于齐川 曾婉婉两人的惩罚已经开始 不要 可惜 没用啊 你们也该接受命运的安排啊 有人唏嘘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活该啊活该 我为我之前骂过张海的话道歉 张海对不起 我们也是被这对狗男女给骗了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 人心可怕 不论男女 我们都应该要保持初心才对 我宁愿做一个伪善的人 也不要做一个恶毒的人 听着那些人的话 我深深鞠躬 至少 谢谢你们最后为我说话 真相始终到来了 一切已经结束 我禁止离开审判庭 迎接我的指挥师新生 以及 对曾子昂的复仇 全文完